大家好我是莫堪 為什麼這次的特載沒有無非跟無缺 好啦還蠻值得去逛逛的 一起來看看蜜蜂絕第25章26章的表現如何吧 以下論軍屬個人意見保證到私心以及爆雷成分 請斟酌觀看 本節目感謝以下秋生佔助提供 先來講講老坦的高規格太極旋 實在有夠好看 從頭到腳每個動作都很細膩 那個太極雲手操偶我重看了好幾次 皇大那個喘息聲我也重播了好多遍 聽著聽著我也跟著喘了起來 不過整體來說我是有點失望的 問題點出在對手表現落差太過明顯 指導組還看得出來有塞錢給劇組 動作跟分鏡都有用心設計 寒雲跟覺靈真的就是高規格打醬油 我還記得第一次看見覺靈出招的時候 那個宛如靈洋的躍動感讓我很輕嘆 滿心期待劇組會如何呈現他們的招式特性 結果每一招都在前進多次刺 完全沒有盡全力的感覺 雙方比重失衡的狀況下 就造成了不管他們三個再怎麼驚訝老坦的實力 我的感受都很弱 沒有被騷到養處 很想學林貝講一句話 你各位啊在混嘛 另外一個問題點 這場用了許多綠幕拍攝的畫面 後製合成所產生的那份不協調感 也破壞了最正常武器的節奏 沒人把上一集的那份危機感 做一個精彩的延續跟收尾 我真的覺得很可惜 這兩張看飛焦在調戲紅塵雪的時候 我都很擔心練習之命會突然飛進來 透過他們的對話得知 因為主機重灌不完全 韓淵的意識還沒完全侵占 翠柔涵似乎有生還的可能 根據紀飛龍的經驗 如果進展順利 紅塵雪是不是也有可能獲得漢族試破的技能 韓淵被老闆打了一掌 繼續中傷繼續演 想帶風向還了送 結果劍鋒雲聞風不動 系統更新過後的劍鋒雲 越來越有見哲心的樣子 也終於得到五缺的認可 在老坦生死未知的情況下 已經扛起正道 就看看劍鋒雲接下來會怎麼發揮他的三合心效能 無缺在孟丹青的幫助下找回了失落的記憶 揭開兒時與小狼那段殘酷的真相 一心想彌補過去造成的缺憾 結果對話選項選錯 無非的怒氣值直接爆表 我看到這段也對了螢幕大叫 你無缺你這個笨蛋 沒事講什麼公事 提什麼情形 這種時候當然是要抱抱親情 我是說真誠的表達自己的內心 為了救出溺水的無缺 無非意外發現無缺手上的當過印記 一瞬間勾起了傷痛過往連結不堪的現實 在少狼滿是創傷的身心上再劃一刀 稍華盛極被封凝的天地雙弦 隨著無非憤怒的心緒或許有機會因此解開 當然我還是希望他們能順利復合再去前緣 不過看看這禮拜搶先看的內容 無缺跟無非的劇本編劇大概是用刀子刻出來的 同樣被編劇虐了好幾道的風海劍旅 劇情朝著非常啞拜的方向一去不回頭 當然這個情況不能怪如瓶 畢竟他也是受害者 所以我也不會覺得周朗頭上發出綠光 但就周朗目前的狀態 幫他打綠光也是合情合理 整個過程看起來 吉洋對這件事的想法轉變太過牽強 加上我自己沒辦法接受這樣子的安排 所以這段劇情看起來就會很難受 再想想周朗跟如瓶之前幸福的樣子 還不如一刀給他們痛快 孩子交給奧學生養 這裡稍微說明一下 編劇在之前的問答中有提到 奧學生對紀如瓶沒有任何感情上的想法 第九章那一幕旁白描述的是周朗的心情 但是畫面不知道為什麼卻帶到奧學生身上 結果就造成細米的誤解 以龍眼大書紀飛龍跟紀錄品的關係來看 吉洋的身份朱迪沒辦法瞞太久 不過想先看被淼淼看出真實身份 就真的出乎我意料之外 淼風雲這兩章看字就知道冷靜了不少 未完老團愛心便當之後繼續東搞西搞 看得出來除了清飛燕之外還有其他的暗裝 但情報來源依舊不透明 編劇有說過淼淼的設定是本檔最高機密 在檯面上幾乎所有人的底牌都快被掀開 衣服快被扒光的情況下 只有他才剛把外套的拉臉拉開 沒有武力的這種極端設計 很考驗編劇在細節上的安排 我相信他的佈局或多或少都有Bug存在 但呈現出來的那氛圍血感 的確帶得起長死之志的名號 淼風雲表面上替吉邀主、運酬、維臥 實際上跟元皇聯手策劃、復活、皇帝 還有騷擾一天玉 尋回側天的真實身份是誰還很難說 看看旁邊那個只剩下偶頭的玉麥伯君 誰知道奇邁戰神會不會只留下一根天地桶 這一檔兩個Boss都被拆成好幾個部分 說不定一人出一點皇帝就復活了 編劇在問答公布的天地主宰設定 精氣神可以各自行動 需要的時候再合體 我還以為在看絕對會抵雷陣亡 已經精氣合一的風月主人 對元神利貨要說沒有想法我是不太相信 但三位一體之後 或許會有被天地主宰吞噬的風險 一向小心謹慎的任雲型 應該也不會急於一時 至於邪君 生於鴨九劍的秘密被揭穿了之後我還蠻傻眼的 我以為全世界都知道邪君叫鴨九 結果都沒有人知道 那首詩唸了這麼多次 只要稍微聯想一下就會有答案了 細密缺一點反應都沒有 真的幫鴨九QQ 另外一方面 詩信封的厚容帶著柏軍的偶頭回到聖堂 一掌爆了叛徒憶痕 整個玉麥陷入恐慌 我其實很擔心厚容接下來的劇情 不太想看到他舊子瘋狂走向毀滅 都特別花心思另外做了一尊偶 希望可以好好發揮 不要就這樣白白浪飛掉 而菜邊認真的高級叢豬肉 解藥主潔壁吞豐 就真的是一塊高級叢豬肉 看起來很高級 味道卻普普通通 氣勢萬鈞但表現平平 打笑我們偉大的無疆猴 大食碎胸口 震撼街頭 吹冰兩三人 挺身斷厚 絕對不像命運低頭 強勢衝擊和借手 2021年和借手大選 唯一支持 結容無疆 靠著秒風雲的指引 飄浪二人組來到了古風之嶺 看來是要借結賣的奪去異能 幫助紅花雨恢復意識 不過紅花雨醒來之後 清雲鏡直接被滲碎破 這個情節這個既視感 南風不敬是你 狹音劍民的部分 擺衝拳的修煉速度 快到懷疑他要打針吃藥 雲鳳飛龍隔代聯手進攻孝明淵 老大不在家的情況下 結賣能不能撐過這一波 就這一檔的劇情走向真的不好說 但剛好可以讓飛焦跟癡兒借這個機會和遠覺醒 解開飛天的主日之招 飛天這兩張其實沒什麼發揮 一直被人牽著走來走去到處打架 但他的設定就是這樣 而且不管哪一邊 暫時也拿他沒辦法 中二病發作的時候就是這麼難搞 還好檯面上還有一個冰貨劍秀 兩個人在秒風雲的引導下 走到萬劍墳場準備開打 說目那個嗆聲不是我要講 真的完全就是國中生打架 旁邊一堆同學圍觀 場地還剛好約在資源回收場 應該不會下一集開場就標戰力指數吧 烏拉巴哈 剛經歷一段大事件 這兩張的節奏稍微緩了一點 大部分都在進行人物刻畫 對於喜歡激烈衝突的人來說 感覺就會比較無聊 不過我是看的還滿開心的 只是進到下半檔之後 可能是太多極端變化的關係 總感覺劇情有點處在時空邊緣 希望後續可以穩定發展 不用太多的轉折跟變化 只要用心寫好每段劇情就好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對於這兩張的表現你還滿意嗎? 歡迎在留言區留下你的意見 提供給我不同角度的看法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不妨點個喜歡 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頻道上批的資訊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魔堪 我們下次見